如梦书 远离中国之后的日子 作者 严航泰 播讲 夏秋年 公寓楼内贼出没 BBC 正审通过 我记得有一回 那位从澳洲来的女钢琴家被选中 到BBC的一个专门介绍年轻音乐家的五间节目里去演奏 她兴奋极了 把这好消息告诉大家 我们都说 到时候一定等在收音机旁听她的演奏 她选了一首伯拉姆斯的钢琴曲 我现在记不清是哪一首了 我记得她对我说过 这曲子难得要命 她花了很多时间练习 可是后来我那天正好有事 结果没有听到她的演出 实在非常遗憾 当然 能在BBC的节目中演奏 对找工作是有帮助的 但也并不是保证会找到合适的工作 结果她有没有找到工作我就不知道了 听说她最终还是回澳洲去了 那位从美国来的年轻女钢琴师 原来在美国的一个中学教钢琴 她想到这里来进修 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我记得我们还一起到附近的一家中国饭馆吃过一次饭呢 我告诉她 我申请了两份工作 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得到 我们只能互相鼓励 听天由命吧 过了没几天 这家俱乐部的管事人伊娃女士把我叫去 她说楼上有一个房间 现在空了出来 问我要不要换到上面去住 我曾经向她提过 那间地下室有点潮湿 我也只不过随便说说而已 早就把这事忘记了 她竟然还真把她当一回事 我很感动 也很高兴 立刻就说愿意搬上去住 她也很高兴 还特别告诉我说 今年圣诞节假期 俱乐部会有一个聚餐会 希望我能参加 我当然一口答应 她接着就说要交十磅钱 那个年头 十磅钱一顿饭是很昂贵的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 不能反悔 就交了钱 我后来又一想 圣诞节还早着呢 怎么现在就收钱呢 钱已经交了 多想也没什么意思了 到了这时 我那两千磅钱已经所剩无几 心想最好能维持到我能挣钱 这样就可以不再去开口讨钱了 谁知祸不单行 有一天我放在上衣袋里的四十五磅钱 竟然不翼而飞了 我开着房门去上厕所 大概不到五分钟 回去之后摸一摸那个口袋 却空空如也 我当时还以为我的记性不好 大概放在别的地方了 可是我到处找遍了都没有 我告诉我隔壁房间的一个美国来的拉大提琴的女青年 我也记不清她的名字了 她跟我说 她也丢过钱 她说 这里有一个贼 而且她说 大家都知道是谁 她告诉我 她和几个房客已经合作设了圈套 等着贼上钩 她说 就在这一两天就能见分晓 我问她究竟是谁 她轻声在我耳旁说 丹尼斯 我吃惊的叫了一声 啊 她赶紧用手指放到嘴唇上 叫我别出声 丹尼斯是个英国人 大约四十来岁 平时跟我很要好 似乎很愿意帮助别人 不过我也注意到 那位美国来的从图书馆退休的老太太特别讨厌她 那个美国女钢琴老师似乎也对她态度很生硬 我虽然丢了钱 可是经她这么一说 我倒反而觉得很有意思 简直就像侦探小说似的 就在等贼上钩的这几天里 我的生活又有了变化 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 上午我接到BBC打来的电话 是一个秘书打来的 他说 我最好能在星期一就到布什大厦去上班 只算是边外工作 同时BBC会替我申请一个工作证 我听了高兴极了 立刻告诉这俱乐部里的房客 他们也替我高兴 祝贺我 还有人特别组织了一个所谓睡衣晚会来庆祝我的好运 到了晚上 果然有好多人穿着睡衣来到我的房间 还有人带了酒来 大家高高兴兴的热闹了一番 弄到半夜才尽兴而散 第二天大家睡懒觉 到九十点才起来 我刚起来穿好衣服 还没去洗脸刷牙呢 就听见走廊里声音嘈杂 不知出了什么事 我开门一看 才知道他们把丹尼斯当场抓住了 一个在爵士乐队里打鼓的英国人 把二十磅钱跪放在食堂的饭桌上 然后就假装出去上厕所 那天早上大家都起得晚 所以还没有人去吃早餐 只有那个鼓手 丹尼斯以为又是一个好机会 没想到中了计 大家都指着他骂 可是他一点都不在乎 好像没事似的 后来大家一起把他押送到警察局去 到了星期一 我就到布什大厦去 在门口接我的又是那位英国小姐罗斯希特利 她看到我很高兴 说他们已经给我弄好一张临时出入证 她还告诉我说 原本进出布什大厦是不要什么证件的 后来因为爱尔兰共和军闹事 为了雇员的安全起见 所以弄了出入证 就这样 我开始在BBC做事 有了一点收入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 郭丽打电话给我 说她在外交部的朋友想通我见见面 我想可能是因为郭丽为了能让我在伦敦多留一些时间 就去找她在外交部的同学 想把我的签证恢复原来允许的三个月 而不是一个月 所以他们就要见我当面谈 郭丽同他们约好了日期和时间 到了约定的那天 郭丽把我领到牛津街一家大百货公司后面一条比较安静的路上 一所很讲究的住宅 她的两个同学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我进门后觉得这地方有点特别 虽然布置得很舒适得体 但似乎没有人住在这里 我心里纳闷 不知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对我们很客气 先问我们要不要喝茶或咖啡 我们说不用 他们就开始向我提问题 先问我家里的情形 提到一些我父亲方面的亲戚 有些堂兄弟姐妹我从来都没见过 但是知道他们的名字 然后他们又问我们一些关于北京电台的事 问到一位曾在四十年代在BBC工作过 后来回中国后在北京电台工作的女士姜桂农 郭丽和我都认识她 因为她是我们的上司 最后他们跟我说 我到伦敦的签证是三个月 而且还说 他们知道BBC在为我申请工作证 并告诉我 如果工作证能批下来 那我就可以在这里住下来 这签证就没用了 我听了挺高兴 心里也踏实多了 事后郭丽才告诉我 到BBC工作都得经过安全检查 我们同郭丽同学的谈话其实就是一种检查 据我所知 到了八十年代这种检查竟然取消 进BBC工作简单多了 回到音乐俱乐部 他们告诉我 丹尼斯上了法庭 他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还很自然的说 他偷钱是为了给他的侄女买生日礼物 他们还告诉我说 这里的法庭对这种小偷小摸判得很轻 所以他满不在乎 我心想 我的四十五磅算是告吹了 幸亏我现在有了点收入 所以也只好自认倒霉了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